我应该说算是十八大 或者说十九大之后 都没有收敛 也没有收手的 犯了不少错误 也犯了不少罪误 孙力军曾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 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处分通报用词极为严厉 指其背弃两个维护 毫无四个意识 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质极为恶劣 权力官 政绩官极度扭曲 紧随孙力军之后 政法领域多名省部级干部先后被查处 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 上海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邓辉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重庆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2021年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 大连市公安局局长 江苏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 江苏省委常委 省政法委书记 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 山西省副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 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孙立军政治团伙案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极度腐化堕落的典型 孙立军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培植个人势力 形成利益集团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孙立军团伙的问题 大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 甚至十九大后 不收联 不收手 甚至变本加厉 滥用执法 司法权 跟利益商人深度勾结 孙立军等人通过为他人 在职务晋升 企业经营 工程承拦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收受巨额财物 其中孙立军 王立科收受财物达数亿元 其他人也有几千万到一亿多元 王立科就是其中的典型 甚至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王立科和涉黑组织的关系 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当时 他在家乡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 担任公安局副局长 结识了在当地捞片门的楼河 此后二十多年里 楼河从最初经营赌场 到发展成为暴力违祸当地的涉黑组织 再到发家后表面洗白转入地下 一路仰仗王立科的庇护 楼河累计送给王立科财物达八千多万元 我搞这一年刺激案件 像王立科跟楼河之间的关系 都密切到这种程度 保护伞这么死进大地还是很少的 九十年代初 楼河在北镇开设多家赌场娱乐城 就开始向分管治安的王立科行贿 当地民警曾接到举报想调查楼河 被王立科制止并严加训斥 省里市里有打黑行动 王立科就提前给楼河通风报信 他还滥用警权帮楼河打压竞争对手 曾有另一名涉黑组织成员李某向楼河叫板 王立科应楼河请托重点侦办 打击了李某的势力 壮大了楼河的声势 有了王立科承邀柔河有恃无恐 财力势力迅速壮大 1998年他投资建成大河酒店 并在酒店内常年开设赌场 换养打手 该组织成员数十人 多年来涉及故意伤害 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八十余起 治安案件三十余件 当地两名普通农民 2000年因为小事和楼河的小弟起了口角 楼河随后派二十多名打手前往教训他们 导致一名受害人腿不截肢 楼河团伙被逮捕后 他们决定站出来申诉冤屈 就给腿打折了 这后期咱知道有一个叫王什么科的 是省厅的 是省上头的领导 又没有人招子 他黑了 王立科随着职务晋升 担心被楼河影响了仕途 2008年 他精心设计 让楼河到北镇市公安局自首 实际是完成洗白 王立科将本该用来捍卫 公平正义的执法权 异化为谋取私利 买卖人情的私权力 他要求北镇市公安局 对楼河重新发落 将他涉及的案件 最终都做了撤案处理 这不仅严重削弱了 政法机关的公信力 而且践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表面洗白后 楼河转型以房地产商身份亮相 实际仍然非法垄断 北镇一带采沙业 旅游业 物流业等多个行业 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 王立科身为警务人员 为什么会毫无职业荣誉感 包庇涉黑组织 调查发现 王立科打一开始进入警察队伍 就动机不纯 这和他的家风家教有很大关系 王立科的父亲多年经伤 当年是北镇首富 在当地深具影响力 他一门心思要让几个儿子做官 当时我父亲觉得做生意很难 做官好像来钱也比较容易 生官发财 这种理念 他就是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 所以大家都看着父亲的面子 照顾我们 在这上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 王立科最初在房管所工作 父亲找关系将他送进警察队伍 又继续拉关系帮助他得到提拔 王立科从基层民警到派出所副所长 县公安局副局长 再到北宁市公安局局长 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背后都有父亲活动的影子 王立科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 从未对党忠诚老师 我们分析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轨迹 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他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扭曲的价值观 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 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 王立科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位子上 父亲的人脉也基本到了头 但在父亲一路教导下 王立科早已出事 他一边利用权力帮多名老板办事 收受巨额贿赂 再用受贿所得继续行贿拉关系 他先是靠攀附时任 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 被提拔为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 大连市公安局局长 之后在一次公务中 又认识了当时在公安部 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 我认识他时候应该是 08年离下半年吧 他到省厅 就是省厅考察 觉得是公安部领导吗 很年轻 在王立科眼中 孙力军岗位重要 上升空间很大 于是借各种机会拉进关系 2011年 他在孙力军到辽宁出差期间 首次送上一张 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 孙力军毫不推辞就收下了 也意味着接纳了王立科 此后 王立科多次专程到北京等地 看望孙力军送上银行卡 美元公司股份 他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 每次都给我三十万美金 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边 他每次来都说 我给你送的小海鲜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王立科历年送给孙力军的小海鲜 到案发时 累计折合人民币九千多万元 而孙力军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去了江苏当副省长 公安厅长 后来又当了江苏省察委 省委察委 惩罚委书记 这一路呢 我都提供了帮助 我把他也当作自己人 王立科需要依靠孙力军上位 孙力军则需要培植自己人 占据重要岗位 两人一拍即合 在开除王立科党籍公职的通报中 有一句和孙力军的通报中 同样的评价 那就是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 树立二人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形成 能发现不少相似之处 孙力军和王立科一样 根子上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 他大学毕业之后 一开始跟着几个温州商人倒卖钢材 当时的追求就是挣钱买房买车 后来他父亲找关系 将他安排到卫生部门工作 他又开始琢磨 怎么利用卫生医药资源来挣钱 这样刚踏进公务员队伍 孙力军的权力观 政绩观就已发生了极度扭曲 2001年 孙力军就和一个做医药生意的老板商议 由孙力军负责介绍政府医院关系 老板负责出资和公司运营 约定利益三期分成 我什么错误地认为 当官和法财是可以两不误的 我在卫生部门工作 认识不少院长 认识不少医生 还能够帮他说上话 帮助他一块把药推到医院 孙力军到公安部任职后 继续利用权力和地位影响 为该公司处理法律纠纷 逃避监管处罚 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权钱交易 收受巨额财物 关部的案子 实际到的 我和具体办案的专注同志讲了 没有对他进行依法的处理 让他逃避了法律制裁 在对权力和金钱的认识上 孙力军和王立科本质上高度契合 都认为权能生钱 钱又能生权 二者循环转化 2008年孙力军调到北京工作后 利用职权和影响力 为多名不法商人做生意提供帮助 不法商人则为他送上巨额贿赂 专案组最终查获的孙力军赃款赃物 包括巨额现金 名贵手表 金银珠宝 年份茅台 高档手机 名贵普尔茶等各种财物 我让权力变得更大了 犯了更严重的罪过 举个例子吧 我从来没有过闯红灯的历史 到了公安部之后 我认为我闯红灯是很挣扎的 很小的一个例子 但这就是在思想上放松的自己 在心理上扭曲的自己 在行为上放松的自己 有了权力就想闯红灯 恰是孙力军权力观 极度扭曲的生动体现 孙力军丧失了规矩意识 纪律意识 法律意识 其实就注定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到公安部之后 孙力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 安插心性 拉帮结派 搞团团伙伙 他与团伙成员的交往 完全建立在 权权 权钱 权色交易的基础上 在孙力军的价值观里 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 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是密不可分的议题两面 2010年 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上 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 龚道安进入了孙力军的视野 他感到龚道安业务能力出众 于是主动拉拢示好 通过积极推荐运作 使得龚道安被提认为 公安部计真局副局长 之后又陆续提任 计真局局长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上海市副市长 孙力军在业务上 需要利用龚道安 因此他对龚道安的方式 和对待王立科截然相反 从王立科身上 孙力军是大肆收钱 而对龚道安则反过来 大把花钱收买人心 他从受贿所得中 拿出大笔资金 为龚道安解决孩子住房 安排亲属工作等各方面问题 还给龚道安下属团队发奖金 促使龚道安不遗余力地 为他效命 龚道安由此 对孙力军感恩戴德 言听计诚 认为绑定了孙力军 就是绑定了美好的未来 他这种丧失政治原则 不信组织性关系 搞团团活活 搞人生攀附的行为 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最终被查处的结局 是必然的 龚道安不仅自己为孙力军 效命 还帮孙力军经营充实小圈子 向孙力军推荐 时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长 邓辉林 孙力军帮助邓辉林 先后提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重庆市副市长 2014年孙力军又物色到另一个自己人 刘昕云 刘昕云原来是济南市公安局局长 一次公安部在山东有会议 刘昕云负责安保 晚上主动到孙力军住所自我介绍 拉近关系 孙力军也在物色小圈子成员 看到刘昕云积极贴靠 马上心领神会 他向刘昕云透露了当时正在查办的一起案件情况 既是炫耀自己能参与要案 也借此显示把刘昕云列为了自己人 第一次打照片 第一次就和我这么说 我当时我就 我就这么重要的机密 这只和我说 人家能瞧得起咋 经孙力军运作 2014年12月 刘昕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局长 他一到北京 孙力军就安排饭局和其他小圈子成员给他接风 他就说刘昕云被也调来了 你们都要支持他的工作 他说你网上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说这几句话 第一 都要支持刘昕云 第二 我给你安排任务 你回去 要去研究 显示出他 这个 在他们这个圈当中 他的地位 不就 明眼里一停就明白 刘昕云私下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重要网络舆情 龚道安也同样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信息 汇报案件办理情况 他们违规提供给孙力军的材料 绝大部分孙力军无权窒息 我要求他们把相关的材料都给我看 这种行为就是严重的违反政治序理和政治规矩 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2018年 孙力军坐上了公安部副部长位置 他自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副部长 有他人不具备的政治潜力和优势 野心更加膨胀 大搞腐败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 孙力军政治野心膨胀 谋求自己所谓更大的发展 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15年规划 争取要5年上一个台阶 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 他一边享受着吹捧 一边下定决心 专营 还经常向小圈子里的成员 进行封关许愿 以人身衣服为底色的小圈子 只要某个成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暴露出来 就会牵出利益链上勾连捆绑的各色人等 孙力军及其小圈子 从一时繁荣到集体落马 看似突然 实则必然 我一直在反思 说为什么放得这么多错 走得这么远 通报内容是真确的 我要这么说 我的问题主要就处在 我丢失了理想信念 你是做公安的 是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 没想到自己成为一个 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党的十八大后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典型 目前对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调查 还在进行中 中央已决定对司法部原部长 傅政华等人立案审查调查